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各位 今天最后一天可以在日本逛街 所以要好好想一想 今天还有什么没买的 还是要去哪些咖啡厅 戴着日本天气啊 一样都非常的好 我都不需要穿外套就可以出门了 白天天气都非常的热 那晚上的话 因为我大概八九点就会回到饭店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好 介绍一下我今天最后一天在日本的穿搭 先从耳环开始 耳环就一样是UN3D的 耳扣金色的 然后还有这个有点像是贝壳吗 还是海螺 我觉得它戴起来的这个形状非常的漂亮 非常美 然后这个上衣 UN3D的上衣 然后还有JUMBO的裙子 这个球鞋的话呢 我自己是觉得它非常有大人感 打起来我觉得很可爱 在戴这样的袜子 这边点的是面 这是番茄汤底的 吃饼肉 肉还蛮好吃的 我今天有漂亮吗 有啊 有啊 你要去约会啊 对啊 吃你最讨厌的番茄面 这个 早上吃了个 加你 接下来中暮黑 如果你是櫻花季来的话 它就是由于座那个桥 全部都可以看到櫻花 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我要來中暮黑 就是去一家咖啡廳 然後順便去買一下 筆記本裡面的小東西 就是拿貨文具店 今天逛的比較 不是走一個精品的買東西路線 我看到了 這個只是 我要找的咖啡廳 哇 這家店好可愛喔 到了 聽說要出這兒囉 可以我去嗎 櫻花廳是在忙的 所以你需要先去看看 喔 OK 我现在没人了 刚刚都超多人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想坐我的位置 因为想说这个人怎么坐那么久才不坐 吃完啦 自己那边坐 拿下去 中暮黑的话 之前出差还蛮常来的 那这边的巷子有很多小店可以逛 都为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今天安排了一天的行程是中暮黑 你就可以再加那个代官山一起 我觉得代官山非常漂亮 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安排个比较小悠闲 然后可以逛一些杂货店的那一种 现在这个桥是什么也没有 因为我现在不是樱花 旁边就很多的小店 然后还有咖啡厅 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等一下找个地方拍照好了 但我都要找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 这边真的很适合把口罩脱掉 因为路上没什么人 没什么人脱掉的话其实就很OK 人跟人之间就是不会像元素一样这么拥挤 你就可以走得比较轻松 好可爱喔 刚刚终于找到一个地方自拍了 就是在这个桥的旁边 我们只要不要挡到路的话 随便你拍怎么拍都OK 你看还有自拍棒 最好笑的是 刚刚很多人经过的时候都会一直看你 尤其是那个老奶奶他还会对着你笑 没有关系 他对着你笑 你就对着他笑 你就是在那边拍照的时候 很有自信的那个样子 不用觉得尴尬 如果大家来中暮黑的话 可以来 这边拍照超美的 都很漂亮应该多拍几张照片 应该让他们知道说台湾的女生有多美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买这种文具类的话 真的要来这边逛 有完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傻眼 来到戴冠山球站 看看这边厚厚的比较 今次看看了 Fruit?Fruit?Fruit? 少し含まれてるけど 少し入ってる はいはい OK Lotion only 黒はない ない OK Onl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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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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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あ ありがとう 谢谢你 如果你的东西太多的话 可以在车站这边有寄物箱 你就不会像我这样 每天飞到那个肩膀都快断 所以我现在要找一个来用 用这个零零八好了 看起来是蛮吉祥的一个素质 好 那我们打开之后就要把东西放进去 刚刚买的化妆品 还有我的文具 太混乱了 这样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请按照画面指示操作计算程序 请选择放置行李 好 那我们可以用 看要用什么 IC卡 请赶用IC卡付费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 IC卡 正在打印使用证明 请取出使用证明 好 那我们这样就寄饭完成 谢谢您的使用 到时候要记得来拿自己的东西哈 我超喜欢这边的耶 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韩国的那种路道的份额 自从有一次来这边买了一些杂货 就觉得不让自己买 觉得我的东西 真的很好 好 好可爱的车车哦 好 下来 最终的 我喜欢我没有爱来的 对拉扁 很多普通人都会来买的 对 冬金的味道 我喜欢我 我喜欢你 在什么地方 我就觉得你怎么买到 我看你 在这边 不过 你自己那么ienne 在这边 我去拿个 我搞一下 这边 成功 我看你 谢谢 的 谢谢大家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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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這邊也太好逛了吧 然後我剛才知道他們其實是有活動 這邊真的超好逛的東西超多 我買了三個小寶寶 就中國的小寶寶 我覺得超可愛的 千萬不要進去 因為進去以後你真的 隨便你都想買 看別人買你就會一直想要買 你會覺得天啊這些東西也太可愛了吧 而且 他有送一個小禮 今天可能是五週年的活動 最後啊 他還送了我一朵花 嗨 可愛 謝謝 再見 拜拜 他剛剛問我說我是不是那個YouTuber 他跟我要了我的那個名稱 太可愛了 現在是晚上7點 剛剛在飯店休息了一個小時 因為腿快要短了 現在要出來找東西吃 我想要去吃一家 這附近滿有名的豬排店 因為高田馬場還蠻多 火名的豬排 豬排飯 一天吃的那個豬排飯 我覺得非常好吃 我今天想要再吃一次 高田馬場的晚上其實 蠻熱鬧的 就是我住的那個飯店附近 晚上其實就很多餐廳 這條好多吃的 而且有很多的居酒屋 高田馬場我是覺得很方便 就是你如果不想要去行訴人幾人的話 我們要去找那一家豬排飯 看那個評價也是蠻高的 我怎麼覺得這邊有點像竹北 還是我太想家了 我想回家 你知道為什麼想回家嗎 因為前又晚了 向右轉 我覺得我好像找到了 但門口也太多人了吧 那河口湖很漂亮吧 我最近超多客人都去河口湖 那是不是很遠 很遠 很遠 那是要做什麼 坐巴士還是要做那個 蠻清潔的 沒關係 因為如果我跟一個有帶腦的人出來 我就不會帶腦 對 到我這邊就停住了 什麼回事 什麼回事 哈哈哈哈 那邊是河口湖 謝謝 謝謝 終於進來了 剛剛在外面排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我還跟後面兩位台灣的朋友聊起來了 對 非常有親切感 他們就問我說要不要拿號碼排 因為他們應該有發現我是台灣人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想說 不用吧 然後我們就聊起來 就說這幾天去了哪裡 真的很有趣耶 因為你知道在外地就遇到台灣人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聽到他們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很想幫他們解答 今天應該是我排 這幾天排最久的一家店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欸好酷喔 是不是需要這樣 對啊 好酷喔 對 欸是這樣吧 我應該沒有弄錯吧 看起來很厲害耶 看起來很厲害耶 我要いただきます 他是加醬油 他不是要加這個嗎 加這個 這麼奇妙 然後他居然說他加番茄醬了 加大概 芝麻 跟醬油 很軟嫩 這跟我在銀河吃的梅林不太一樣 然後梅林是比較多油脂的 那我剛剛點這個 是比較沒有這麼多油脂 但是 吃起來是非常軟嫩 入口期望 好吃 粉紅色的豬肉 他還可以加這個醬 但我覺得這醬有點鹹 所以他媽媽想說 怎麼會有人在幫我拍啊 他媽媽想說 剪動 剪動 不是 你應該幫我拍 對 嗨 遇到了一個很漂亮可愛的台灣人 然後他是一個心理諮商師 還沒… 但我也來吃唷 對 如果你們有什麼心理覺得 不開心的話也可以問他 可以追蹤他的IG喔 幫你上… 好 謝謝… 你東西來了趕快吃 真的耶 趕快… 我怎麼覺得他看起來比較厲害 他們有豬肉還是他酒蝦 他有豬肉 真的耶 我覺得應該要點這個的 吃不到他的蝦 等一下再問他好不好吃 2500 吃完了 太餓了 那我要先走了 掰掰 真的耶 怎麼本小孩剛好先煮 掰掰掰掰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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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直接就跟那個排在我後面的台灣人 我們大家就這樣聊起來耶 一對很可愛的情侶 而且那女生還剛好在新竹讀書 那好像很有趣耶 這一次的旅行 就是你知道喔 台灣人遇到台灣人就是有一種親切感 就很… 不小心就會這樣聊起來 好像很熟一樣 我現在吃完了 我要回飯店了 整理行李 因為明天就要回台灣囉 那就先這樣吧 掰掰 surprised 觀看 勞